欢迎来到台北市政府 线上开放式课程 本影片要讲解的课程是 平面图形的全等 本影片的学习重点有 1.认识全等是指 两平面图形在叠合时 其顶点边角完全重合 2.认识对应顶点 对应角 对应边 本活动开始前 请你们先准备学句 第一项设纸 第二项剪刀 第三项指尺 认识全等 是指两平面图形在叠合时 其顶点边角完全重合 小朋友 请问你们做过剪纸吗 做过 你剪过什么样的图案呢 热带鱼 如果要剪出两条形状大小相同的热带鱼 要怎么做呢 把色纸对折后 画上热带鱼的图形 再用剪刀剪下 两个图形的形状大小就会完全一样 桌上有一堆平面图形 请你找一找 并说说看哪两个图形的形状大小都一样 我找到了三组 图一和图六一组 图三和图八一组 图四和图九一组 老师能复一遍哦 图一和图六一组 图三和图八一组 图四和图九一组 我找到了两组 图二和图七一组 图五和图十一组 好,老师重复一遍 图二和图七一组 图五和图十一组 当两个图形能完全叠合时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相同 我们说这两个图形是全等图形 接下来是立体练习时间 连连看 把全等图形用直线连起来 想想看 要把哪两个图形连在一起呢 这两个图形形状大小一样 所以我们要连起来 这两个圆形的形状大小一样 所以要连起来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图形 所以要用直线连起来 小朋友 请问你可以剪出两个全等三角形吗 可以 我先将色纸对折 再用直纸再对折后的色纸上画一个三角形 再剪下三角形 就可以剪出两个全等三角形 下图甲三角形和乙三角形 是可以完全叠合的两个全等三角形 把这两个全等三角形叠合起来 点A会和哪一个点叠合在一起 点D 点B会和哪一个点叠合在一起 点E 点C会和哪一个点叠合在一起 点F 把全等图形叠合在一起 把全等图形叠在一起时 可以叠合的顶点称为对应顶点 所以 点A的对应顶点是哪一点呢 点D 点B 点B的对应顶点是哪一点呢 点E 点C的对应顶点呢 点F 在全等图形中 在全等图形中 可以叠合的边称为对应边 说说看 线段AB的对应边是哪一条边 线段D E 用尺量量量看 线段AB是几公分 线段D呢 线段AB是4公分 线段D B1也是4公分 说说看 线段B C的对应边是哪一条边 和线段B C的对应边是线段EF 两条线段一样长 说说看 线段AC的对应边是哪一条边 两条线段一样长吗 线段AC的对应边是线段DF 两条线段 两条线段一样长 在全等图形中 可以叠合的角 成为对应角 说说看 脚A 脚B 和脚C的对应角 分别是哪一个角 脚A的对应角是脚D 脚B的对应角是脚E 脚C的对应角是脚F 接下来是立体练习时间 下图是两个全等三角形 看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请依序写出脚A 脚B 和脚C的对应角 在回答问题之前 可以请小朋友想象一下 把蓝色三角形向右旋转 和橘色三角形同方向叠合在一起 再把叠合的结果记在脑子里 就可以开始回答问题啰 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 脚A的对应角是脚P 第二小题 脚B的对应角是脚P 第三小题 脚C的对应角是脚M 脚B的对应角是脚M 第二小题 请依序写出点A 点B 和点C的对应点点 第一小题 点A的对应点是 点P 第二小题 点B的对应点是 点P 第三小题 点C的对应点是 点M 第三题 请依序写出线段AB 线段BC 和线段CA的对应边 第一小题 线段AB的对应边是 线段P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线段BC的对应边是 线段B 第三小题 线段CA的对应边是 线段M 下图是两个全等三角形 看图回答问题 在回答问题之前 请小朋友 先想象一下 把蓝色三角形 左右翻转 和绿色三角形 叠合在一起 再把叠合的结果 记在脑海里 就可以开始 回答问题了 第一小题 点B 点B的对应点是 点D 第二小题 角A的对应角是 角F 第三小题 线段D 线段DF的对应边是 线段BA 你答对了吗 点DF的对应 点DF的对应 点DF的对应